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电影界被黑恶势力渗透 以至于出现了李连杰经纪人蔡子民被枪杀 梅艳芳被掌握 刘德华被枪指着头拍戏 刘嘉玲被绑架等等事件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刘嘉玲被绑架事件 在聊到刘嘉玲被绑架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刘嘉玲的经历 刘嘉玲1965年出生于苏州 15岁时跟随父母移居香港 对于在香港的生活 刘嘉玲一开始很兴奋 但没过多久她就不开心了 因为穿衣吐气苏州口音重 她被人嘲笑是大陆妹 又因为语言不通她不得不辍学 她跟着母亲进入了一家服装厂工作 勉强能赚钱维持生存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想逆天改命 最终她决定成为一名演员 她报考了TVB的议员训练班 因为粤语问题 她第一次报考就被刷了下来 好在她没有放弃 她苦练粤语最终第二次被成功录取 与曾华倩 刘青云 吴启华成为了同学 1984年 刘嘉玲从TVB议员训练班毕业 出演了电视剧《鹿顶记》 《新扎师兄》 在这两部电视剧里 刘嘉玲都与梁朝伟有合作 随后她又和陈龙合作了电影《纽记杂牌军》 与林俊贤合作电视剧《上海大风暴》 这些影视作品让刘嘉玲小有名气 但与当红的香港女星无法比 为了更好的发展 她决定离开TVB 专注于电影 很幸运的是 1990年她离开TVB就被王家卫看中 王家卫邀请她和张国荣合作电影《阿飞正传》 也正是这部电影 让她进入当红女星行列 在与王家卫合作《阿飞正传》之前 还有一件让刘嘉玲很高兴的事情 她有了一位很爱她 而她也很爱的男朋友 这位男朋友就是梁朝伟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刘嘉玲在成为梁朝伟的女朋友之前 是香港传王许爱舟的孙子 许静亨的女朋友 而梁朝伟则是她闺蜜曾华倩的男朋友 可是曾华倩和梁朝伟经常吵架闹分手 刘嘉玲就去做和事佬 这一来二往 她和梁朝伟就有了感情 于是他们俩就在一起了 事实也证明 外向的刘嘉玲和内向的梁朝伟在一起很互补 他们基本不吵架 小日子也过得很好 当又迎来和王家卫合作时 刘嘉玲更是心情大好 可是刘嘉玲怎么也想不到 在拍摄《阿飞正传》的过程中 她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而这也考验着梁朝伟 近日凌晨 刘嘉玲接到曾志伟的电话 曾志伟邀请她到她家打麻将 参与打麻将的还有刘嘉玲的好朋友吴君如 一向爱打麻将的刘嘉玲 听到这个邀约就开车前往曾志伟家 在前往曾志伟家的路途中 刘嘉玲感觉有人跟踪她 于是她加快了车速 就在她快要到达曾志伟家门口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她的车撞到了隔离带熄火了 就在此时跟踪她的车里下来了三名男子 走到她车前 用刀挑开了她的安全带 将她绑走了 刘嘉玲在挣扎中一只耳环掉落在地上 刘嘉玲被绑的一幕正好被曾志伟家门口的保安看到 保安立马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曾志伟 曾志伟出门确认门外的车就是刘嘉玲的车之后立马报了警 在刘嘉玲被绑走时 梁朝伟正在拍戏 但没过多久 她就接到了张学友的电话 张学友告知梁朝伟刘嘉玲被绑架的事件 梁朝伟一听立马面如土色 浑身发抖 她当朝对导演说 我不拍了 她太担心刘嘉玲的安危了 可是因为担心恐惧 她的手一直在抖 她无法开车 她对张学友说 我现在开不了车 你帮我开吧 然而梁朝伟和张学友根本找不到刘嘉玲 警方到达事发地时 也只找到了刘嘉玲掉落的耳环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刘嘉玲重新出现在了曾志伟的家门口 而此时距离刘嘉玲被绑架时 刚好过去三个小时 曾志伟见刘嘉玲颜色不好 就没敢读问发生了什么 不过对于其他人的关心 刘嘉玲也做出了回应 她说绑匪抢了她一千元现金 和一块名牌手表 绑匪也没有侵犯她 第二天她就去警局削了案 在这之后 刘嘉玲当作什么也没发生 她认真演戏 1991年 她凭借《阿飞正传》 获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还获得了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女主角提名 她成了一线演员 有了奖项加持之后 刘嘉玲的资源越来越好 她接连拍了 《鸡鸭链》《射雕英雄传》 《东城西旧》《东邪西毒》 《大内密探林林发》 《自书》《海上花》等电影 演艺事业越来越好 她还认真经营和梁朝伟之间的感情 被很多梁朝伟的粉丝羡慕其毒恨 眼看事业爱情双丰收 刘嘉玲没有想到 2002年恶梦开始 而这个恶梦与1990年 她被绑架这件事情有关 近日 香港的《东周周刊》 刊登了刘嘉玲在1990年 被绑架之后被绑匪拍下的裸照 并且故意做成了封面图 这期《东周刊》一经上市 立马引起舆论哗然 当时正在拍戏的刘嘉玲 得知当年绑架被拍的裸照 被堂而皇之地做成了杂志封面 她没有了任何拍戏的心情 她跑回了家里 半个月闭门不出 在这半个月里 她甚至想到了自杀 眼看刘嘉玲被裸照事件 折磨得身形消瘦 精神拼临崩溃 梁朝伟对刘嘉玲说 这个圈子这么复杂 我们就离开吧 你想去哪里 我就陪你去哪里 有了梁朝伟暖心的安慰 刘嘉玲的精神状态 稍微好了一些 最终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刘嘉玲决定正面面对这个问题 彼时 梁朝伟和梅艳芳 张国荣 成龙 刘德华等白名艺人 发起了抵制东周刊 恶行的抗议活动 在抗议活动现场 刘嘉玲现身了 她承认了东周刊 所刊登的封面裸体女性 就是自己 她说 我今天来这里 想对爱护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和一些想伤害我的人 说同一句话 我比我想象中的更坚强 如果这样一件 令人难过的事情 可以令大家警觉到 传媒的职业道德 对大家的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那其实我受到的伤害 真是算不得什么 百位艺人的抗议活动 还是产生了效果 警方进入调查 最终东周刊停刊 11名高管被抓捕归案 主编蒙汉明 被判入狱5个月 东周刊杂志社 也因为发布大尺度猥胁作品 被罚款10万港币 在这之后 刘嘉玲一边演戏 一边投资夜店 服装面膜等行业 并且在2008年 和对他不离不弃的 梁朝伟结婚 生活过得很幸福 只是大众一直很好奇 刘嘉玲当年的照片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直到香港大佬 陈慧敏接受了一次采访 大家才知道了真相 据陈慧敏的讲述 当年绑架刘嘉玲的是 三名男子 是三名小混混 他们给刘嘉玲 拍了三张裸照 得知这个事情之后 陈慧敏联系了 这三名混混的老大 他们的老大 就将刘嘉玲的 三张裸照交给了他 又恰好陈慧敏 当时和梁朝伟 在一起拍戏 陈慧敏就将这三张照片 交给了梁朝伟 而三名小混混也因此入狱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其中一名小混混出狱后 在家里整理旧屋的时候 发现还有一张 刘嘉玲的裸照 于是为了报复刘嘉玲 也为了赚点钱 他将刘嘉玲的这张裸照 卖给了东周刊 结果东周刊没有职业操守 直接将这张裸照 作为封面刊发了 为此陈慧敏也很生气 他报了警 这边泄露刘嘉玲裸照的 小混混也再次入狱 好在没有成名前受过苦 看到人间百态的刘嘉玲 心里强大 他熬过了他人生中的 至暗时刻 2018年他做客一档节目 主持人问他 你能原谅当初的杂志吗 包括绑匪吗 刘嘉玲回答 是 我全部原谅 如果我不原谅 不看开 我现在不会这么开心 也不会这么坦然 更不会 现在坐着和你讲述这件事情 我宁愿当作这是我人生中给我上了一课 不得不说 刘嘉玲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他也坦言 我的人生道路其实并没有那么畅顺 中间遇到很多坎坷 挫折和考验 我一直相信明天会更好 现在的幸福 它值得拥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